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早上9点50 大家看到我现在已经戴着口罩了 因为刚才我在电梯里也遇到其他人 就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 所以戴口罩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期节目呢 我想要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我们在美国的境况 然后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拍摄 因为也没有办法戴着很专业的器材 不太好消毒 画面不会那么的美观 请大家多多见谅 学校要求必须要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实验 然后不能再开展性的实验 所以我已经把我的盖细胞都动起来了 那现在呢 我就是在做收尾简单的工作 到下个星期四就结束我所有的工作 等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再做后续的实验 我有一个实验室要加药 然后等三个小时收药 所以我现在还要去细胞房 继续去处理一下我的细胞 我们在网上就是必须要在实验室和学校的两个calendar上 前我们的这个整个的schedule 因为他现在这个学校其实所有人员的进出都是受到限制的 任何没有得到学校的许可的人的这个卡已经失效了 那只有我们这些是所谓essential people的人才能进入这个建筑 但即使是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的一举一动也是受到监控的 就是如果发现你有任何违法条例的行为 你会立刻被取消这个权利 然后不能再进入这个建筑 所以我们都是要严格的遵守这个规定 另外就是你在哪一间房进行什么事情 包括你离开的时间都必须要在你离开的那一刻就写在日历上 这样方便大家相互沟通 前天我有收到一个邮件是学校发给我的 然后问我是不是自愿来做实验 因为我们学校好像有一些实验室就是被举报了 说学生说老师强制他们来实验室 所以学校要发一个邮件给所有的学生 确保这个来的学生是自愿 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学校 他还是有考虑到这个学生的权益 然后尽量去保护每一个人的健康和安全 邮件的结尾他也说了 这封信是绝对不会让你的导师知道的 所以如果来学校感到不舒服的地方 你也可以跟学校及时反应 然后立刻停止你的活动 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南加州大学做的挺棒的一个地方 然后昨天我有收到另外一个邮件 说我们的停车场的费用可以退回给我们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没有在用停车场了 但因为我们的钱都是之前交的 所以他现在就把从3月16号开始往后的一个月的停车场费退给我们 虽然就是钱不是很多吧 但是我觉得学校能考虑到这些方方面面的情况 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包括UACA有专门发邮件给我们 就是指导我们怎么在家里进行工作 有很多网上的活动让我们可以参加 学习普拉提啊瑜伽呀 建议你怎么样在家里进行放松啊 还有这些维持必要的社交 虽然南加州大学虽然排名不是特别高吧 但是就是这些人性化的东西还是考虑的挺好的 可能毕竟是一个比较有钱的学校 哈喽我现在呢又要开始开会了 嗨 哦呀 呃 呃 before meeting I have one thing 呃 that I may not be 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next Wednesday I'm already taking I will not be able to take that yes yes 现在呢要去收样 然后现在是一点半 我收完样呢就准备回家了 现在做完了 然后呢我要去停车场 开车回家 根据母亲大人的指令 我现在已经不会用手开门了 都是用手肘 然后 呃 纪念题之前都会先把口罩戴上 包括去停车场的时候 那我刚才呢收到我的电话公司AT&T给我发的信息 说呃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们会给我加时机的流量确保我可以跟外界有良好的通讯 我觉得在这个时刻不管是美国的政府还是各个商业机构其实都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团结起来共同抗击这个疫情 虽然之前就是美国人对于戴口罩啊然后过度防疫这件事情他们是做的不太好 但我感觉就是现在的疫情起来了之后其实他们还是意识到了情况在变化 所以他们也都积极的行动 然后想要尽早的度过这个危机 大家看一下这个街上现在基本上平常热热闹闹闹大街现在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看一下这里平常全部都是车 然后大家看到那些红牌子都是教授才可以停的我们是不能在那里停的 但是现在就是停车场除了一层之外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车了 那我现在呢要先开车回家上个车之后把手先喷一下 对美国出来的这个指导呢是尽管不建议大家戴口罩因为要把口罩留给一线的医务人员 但是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勤洗手然后不要用手去摸眼睛鼻子嘴巴 我每到一个地方接触了公共的设施之后我都会消毒 然后去超市我也戴手套 我妈在车上放了手套给我 所以我一去超市就可以把手套戴起来 我们现在囤东西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星期只出去一次买菜 然后今天在研究怎么样在网上订东西尽量减少去超市的时间 因为政府规定去超市的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一次 然后每次只能进去一个人 都是我们欣喜苦苦扛回来的 就是椰子然后霓虹桃提子然后鸡蛋买了好几个 然后还有蔬菜下面是各种调料 然后这边是橙汁牛奶因为维世素C现在已经买到了 所以我们都是用橙汁代替然后进来都吃水果 所以就是牛奶然后还有橙汁买的比较多 然后上面一层就是肉 这个肉紧的已经放下了 大家看我们囤了好多牛肉啊猪肉啊排骨啊 然后还有鸡鸡啊然后还有鱼鱼啊 还有油米然后各种调料还有零食吧 还满满的哎呦我天呐后面还有一层 买了两箱水然后还有土豆和洋葱后面是米 就到时候如果真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 这些就是应急的物资了 但是如果真的到时候要封城的话 可能还要再多买一个 因为这个量四个人吃的话就有点不够 这位已经在家工作了一个月了 啊是在家工作是好不影响工作 是吗 对啊程序员可以在家工作 连到福气团里面去 网络又可以开会 对太行啊在家还挺好吃 对对对在家还可以不用每天走那么多的路 我们尝试的第一个网站呢就是亚马逊旗下的whole food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 因为我有prime的membership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prime购物 然后到我们把这些食物加的购物车之后 这显示的是正常的 但是等我们挑选时间的时候 就发现哎不管是哪一天都没得时间选了 然后如果我们选择另一个网上购物的网站V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里是不是还有东西可以买 我们去看一下水果的话 基本上就只有荔枝这一类的食物 然后苹果香料之类都没有 然后肉的话就只剩下了两种 应该都是比较贵的肉 然后蔬菜也是所有的绿色的蔬菜都没有了 只剩下山药之类的 这种不太方便每天吃的蔬菜 然后这个主食呢 米和面是不用想了 剩下只有一些可以用来整的包子之类的 所以如果我们查询这两个平常最常用量的购物网站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货物都不起 而且即使有货的话也不送 我们今天决定练一下洪志光老师的教程 众所周知耶鲁是一所体校 光哥的健身房坚持是一种平革山池 训练 走 走 哇塞他这个好标准啊 邀请生的 生鲁是 好 我们现在呢已经跳完了 哎呦我的头发 让大家见一下你们非常想念的凤哥 啊 对 在家里工作 对 很容易肌肉就 萎缩 萎缩 所以大家还是要坚持在家进行锻炼 对 然后还是要 晚上看一些健身视频 照着他们去跳 对 谢谢发信息给我 然后关心我和洪哥在美国情况的是伙伴 然后这个视频也是录给你们看 然后告诉你们 放心我们在这边都很好 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 然后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